大家好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沒有拍片 因為之前有些事情忙 所以拍不到片 不過不要緊的 今天就拍一段片 其實這段片主要是關於Tasker的模式 今天想說的是一個其實 非常有用的模式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連接Wi-Fi 然後離開家或其他地方 都未必會記得關掉Wi-Fi 又或者有時Wi-Fi訊號太弱 它自己斷了 我們又未知 又保持Wi-Fi熟透了 其實某程度上都會令到手機關掉 今天就介紹用Tasker 如何幫助我們 當我們沒有了Wi-Fi Connect的時候 是自動幫我們關掉Wi-Fi的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鋪房 當然大家要首先 下載Tasker這個Apps 在Play Store上面都會找到 不說太多了 大家看到我一個叫No Wi-Fi Connector的鋪房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你看到我主要是用了兩個Conditions 第一個就是沒有Wi-Fi Connect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是當Wi-Fi是 即是它是On的時候 接著就會有一個Task 另外一個是Stop了Task的 好 現在就示範一次怎麼做 首先 你在Pofile的頁面 我們先加一個Pofile 隨便叫我剛才的No Wi-Fi Connector 這樣也可以的 這樣也可以的 按 按 然後 首先 我們可以先做Not Wi-Fi Connector的 按State 然後按Net 然後按Wi-Fi Connector 按Wi-Fi Connector 按 對了 其實上面的SSID 就是 你可以特別指定一個Wi-Fi的 即是你平常用的可能是家裡的Wi-Fi 但我這個就是在說任何Wi-Fi Connector 所以上面的東西不需要攪拌 這樣就只剩下Invert就可以了 接著就按這個跳出 接著它就會跳出來 接著你就按New Task 隨你改不改名字 那我不改了 直接按Task 接著呢 你就是set個Action 當我們沒有Wi-Fi Connector的時候 你想怎樣做呢 首先你就加一個Task 然後 然後呢 我們不會想 即是一沒有Wi-Fi Connector 就馬上斷了Wi-Fi 即是off了Wi-Fi 可能也會等下 接著我們就先按Task 先按Wait 那時間呢 即是說 過了這個時間 我們才會去關掉Wi-Fi 那 我自己個人習慣呢 我就會用大約一分鐘給它 那 選了一分鐘之後 然後再加另一個Task 按Net Wi-Fi 就是 set off 對 set off 然後直接跳出去 那這個Task 就很簡單地完成了 對 然後呢 你就 back跳出去 對 但是呢 整個POW 就要加上另一個Condition 就是當那個Wi-Fi是on的時候 接著按State 接著呢 這裏的Net 是沒有那個Wi-Fi的on-off option option 給你選擇的 那你要用的就是variable variable value 接著呢 直接打Wi-Fi 然後 op是選擇 matches value是on 接著呢 就可以 按上面的公仔 跳出去 接著 好了 然後呢 你呢 就需要 是 加入一個 Exit的Task 給他 按 New Task 那 又是 其實 可以不用改名的了 那 這個就很簡單 加一個Task 按 嗯 按 按 Task 啦 Sorry 應該是 對 按 按 Task 然後 你會看到呢 這裡有一個Task 在這裡 那你就 找吧 找回你剛才的Task 名 即是你剛才設定上面的那個名 Wi-Fi 我以前呢 就設定了一個 叫 我就叫做Wi-Fi off When not connected 那你選擇它 然後 就 OK的了 那現在 這個Task呢 就是說 Stop了我們剛才上面那個 Turn off Wi-Fi的Task 對啦 那 那 然後呢 搞完這個之後呢 就長按這個 然後去Settings 那 如果你要這個版面出到呢 你就 必須要先把Tasker的Beginner Mode 先關掉它 對啦 那 那我們現在先搞了這個 那 就把Restore Settings 和Enforce Task Order 都按了它 那就OK的了 那 這個 Wi-Fi off When not connected 的鋪法呢 就搞定了 對啦 就是這麼簡單 那剛才說過 Beginner Mode那裡 其實也很簡單的 那首先呢 你就按一下Preference 出來 那基本上 一進去就會看到Beginner Mode 其實 那你untake了它就可以了 對啦 那 那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對啦 那 有些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啦 對啦 而這個Pro File的Procedure 的Task File 我都會放在Description 那裡有一條link的 對啦 多謝